疫情之下 全球掀起了一股单车热 连带也适合台湾的自行车厂受惠 今年1到5月份的出口年增幅达到了23.4% 其中电动单车更是外销到欧美的主力商品 目前在欧盟进口市占率已经位居第一 不过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以中国大陆来说 今年前五个月就新增有五万多家的自行车企业 也算是后有追兵 当两百多岁的双轮自行车被装上了电力马达 骑单车这件事如虎添翼 我觉得最方便就是在起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听红绿灯的时候 起步的时候要踩比较大力 那这台车有电动补助 所以你在起步的时候 你可以很快的就立刻往前自行 不过这台要价也不便宜 将近14万块 或许不像骑机车有追风的快感 但绝对能洗刷骑单车满身大汗的尴尬体验 楼线外形结合时尚科技感 轻量化设计 以前扛起也没问题 这辆电单车七月刚上市 至今已卖破百量 与此同时在全球防疫关键期 台湾各大厂的单车也再度擦辆MIT招牌 受到疫情影响 欧美自行车市场大爆发 而台湾车厂挟着品牌以及供应力优势 迅速拓展欧美市场 像是高阶的电动单车 或像这种入门款的登山车 都深受外国消费者喜爱 过去不少城市封城 大众运输工具停摆 各样式的单车 搭上了防疫顺风车 成为热卖商品 从冰尼张 坡举立了 坚持着的墙盛 在市场上市场预期 然后俄罗区 到了埃脱离 后期末年 我们发现价格的 连接到 商店商店 连接到 沒聽錯 當你還在搶衛生紙 搶口罩之際 人家是瘋牆腳踏車 賣場單車貨架上空空如也 歐洲各國政府也撒錢補助 鼓勵民眾騎單車 更廣見自行車道 讓需求量持續發燒 就連台灣也刮起了單車熱 即使是有比較好的 因為大家就不待在室內 他就享受到貨外騎 往三一騎 那我有台車放上我的汽車 或是跟朋友出去玩 我想不管國內 國外 應該都是這樣 那國外因為他們騎乘的風氣 跟文化跟我們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的重車賣賣得很好 那每一家出很多款 這類型的Muston Bike 主要主要都還是在外銷 在歐美 台灣曾經有自行車亡國的美名 攤開經濟部數據發現 從2016年開始 整體自行車產值開始衰退 直到2018年 美國及歐盟對中國大陸實施關稅保護 台廠自行車積極創新 加上電單車市場崛起 2019年產值達到649.9億 創下歷史新高 為了滿足亞洲代工車廠 以及組裝廠的需求 德國博士集團旗下的e-bike system 亞太總部選在台中落腳 也凸顯台灣對整個自行車市場的重要地位 德國博士e-bike系統 被稱為電單車的心臟 結合馬達 電池 與智慧助理的電機系統 過去歐洲電單車大廠 多半與Bosch合作 梅利達也曾經是合作夥伴 如今看好台中 有完備的自行車產業聚落 更瞄準未來亞太區 龐大的電單車市場 就連巨大集團也在台中 興建全球第一座單車文化探索館 展示未來單車有更多可能 加裝馬達的電單車 有如替傳統單車開外掛 更符合老年人市場 過去一般自行車與電動自行車的產值比重 從97.3%比2.7% 近年來電單車快速爬升 到了今年一到四月 已占46.4% 在傳統自行車發展到高峰之際 電單車一軍突起 可預期將蠶食大半市場 因為車子很重 那我今天如果要上坡 勢必得靠我自己的力量 那我今天如果有電的輔助 我可以騎得更高更遠 那對一些年紀比較大的 他自己可以騎得更遠 然後更輕鬆 然後有達到運動的效果 國人市場還是少 但是已經一直在成長 因為它價格太高了 雖然電單車在台灣市場份額不大 但以歐盟數據來看 台廠電單車市佔率107年 僅約三成 但到了今年超過六成 排名第一 將大陸香港 越南 瑞士等地生產的電單車 遠遠拋在市場之後 台灣單車產業能再有輝煌時期嗎 專家看好電單車 將是台廠逆轉的秘密武器 更是未來趨勢 TPP的新聞 崔少安林更賢 台北台中報導 有機關 搭湯 責任